作為《巫師3》的附屬小遊戲卻大受歡迎 甚至還因此推出線上版的卡牌遊戲《昆特牌》 如今又再次粉末登場 推出擁有獨立劇情的新作品 《王權隕落 巫師傳說》囉 這次遊戲的故事回到了巫師一代之前的時間點 玩家將扮演麗維亞的女王米維 帶領麗維亞與麗維亞成 用打昆特牌的方式 抵抗尼佛加德帝國的入侵 遊戲中玩家將跟著主線 在大地圖上肆意探索 地圖上分佈著金錢 木材以及冰原等各種資源 玩家必須要蒐集這些資源 在工坊內升級銀杖 訓練場等相關科技 好解鎖更多的昆特牌來強化自己的牌組 玩家甚至能夠為主角米維裝備多種不同的道具 強化領袖能力或是牌組的戰力 除了正常的對戰故事之外 遊戲中還隱藏著各種指定條件的解謎挑戰 玩家只能夠使用固定的牌和技能來破解殘局 如果能夠成功的解開謎題的話 就能夠取得額外的獎勵卡片或是資源呢 另外巫師系列中備受好評的故事抉擇 在本作中也隨處可見 遊戲過程當中遭遇的事件抉擇 不只是會影響到取得的資源 甚至還可能會改變故事的發展 據說結局總共有20種以上呢 《王權允諾 巫師傳說》 收錄了包括20張全新卡片在內的250張昆特牌 而且解鎖之後 還能夠在線上版的昆特牌中使用 所以別關什麼獸魔獵人了 先來一場昆特牌吧